詠儀今天穿著背心長裙出席音樂會 最近詠儀在社交平台上 就分享了之前參與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救援行動的片段 但網友就將焦點放在她的身材上 不知道詠儀又會不會介意呢? 又沒什麼的,一口笑 因為今早都有同時傳亂片給我 其實我比較專注是 我那天其實是沒有化妝 在銅鑼灣上 因為要買些東西 我又很肚餓 其實我平時在街上 我都很少會自己一個人吃飯 因為我有些怕寂寞 通常都會約朋友 但因為太餓了 我就去了一間超市買壽司 又真的沒有化妝 幸好也很感謝那天的記者朋友 她不要出我正面 因為沒有化妝我都怕會嚇到大家 重點會去我的樣子 沒什麼特別介意 因為我又覺得自己 不是覺得自己身材特別好 只不過可能我比較瘦 身體比較小 所以有時穿緊身的衣服 大家就會以為身材好 我覺得身材好過我的人大把 整個街上都是 所以這個這麼好的名銜 留給真是有料的人 下個月就是泳儀生日 不知道又會有什麼計劃呢 因為生日我希望都可以有個旅程 因為生日就比較容易可以拿假 希望可以長一點 可以去遠一點的地方 我自己都有幾個地方想去的 例如澳洲 或者想去浸一下死海鹽 死海 不是死海 因為聽說對皮膚很敏 因為最近又不知 因為身體很多敏感 經常都出風爛 其實有時做事都很辛苦 但好像聽聞有死海鹽 是一個特別的功效 我其實都很想去試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